黄炉的枝节过长 如何空短 对以后的造型起得至关重要的作用 黄炉枝节的空短 其实就是和黑松的一个抹牙和臂牙 是一个道理 所有的树种都存在这个顶端优势 顶端生长都特别旺盛 然后下部的枝条 就要生长的弱势一些 咱们先拿这颗小黑松为例 给大家做一下演示 对于顶部不需要再继续长高的这些枝条 咱们可以把这些蜡猪头 直接给它剪短 控制它的一个继续的生长 剪短这些蜡猪心 就能在四周逼出更多的一些新的芽点 包括一些枝干下方 都会逼出更多的一些芽点 这样就会使整个枝盘长得更加的丰满 更加的旺盛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控短 防茹的枝节 像这些枝条长度都已经过高 为了使它的整个枝盘显得更加的紧凑 咱们不能再让它继续往上生长 想要控制它的一个继续长高 现在的枝条都是春季刚刚继续萌发出来的 现在都还比较润 还没有完全的木质化 对于这样的枝条 咱们不能随意的给它剪除 咱们只能从顶端 给它的芽头给它去除 只能给它进行一个抹芽 对于这些嫩枝 只能给它进行抹芽的一个操作 这样来抑制它的一个生长 对于已经完全木质化的枝条 咱们就可以从芽点的上方 给它做一下短节 这样的话 它就能从枝条的这些下方 会逼出更多的一些新的芽点 当然了 如果修剪的伤口比较大的话 还是要给它涂抹这个风口胶预合剂 所以小的就不需要了 因此在修剪的时间 咱们要根据每一棵树的情况不同 来区别对待 对于这种刚刚出来的这种新枝 没有木质化的 咱们就用抹芽来控制它的一个继续生长 对于一些养护多年的一些老庄 吃干上面生长出来的一些没用的枝条 也都可以及时地给它抹除掉 减少它养分的一个消耗 有的朋友说了 我就喜欢它长得越旺盛越好 那样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给留下